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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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次回来不是误上贼船了吗? 这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现场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更是缓解了李松人刚回来的紧张和忐忑 到1966年以后 毛主席更是除了游泳池外 哪里也不去住 不过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游泳 而是另有隐情 上文已经说过 毛主席一生不喜欢铺张浪费 在1966年上半年 工作人员趁毛主席外出考察期间 将菊香书五子云宣居宅进行一次维修 等到毛主席回来后 发现房屋维修一行 虽然工作人员是出于一片好意 但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在浪费钱财 因此一气之下 毛主席就搬到了游泳池住 谁劝也不肯回来 游泳池没有专门用来办公居住的房间 于是便把更衣室改成了工作间 在小传达室里铺上张床 加上桌子 椅子就 室卧室 休息大厅则成为书房监会客室 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室子里 毛主席整整居住了十年的时间 一个个事关国际民生的大正方针灸 这里传出 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